我問了兩次 都是問局長 但我剛才聽完鄧主席的一番很感性的發言 我又和你感性一下 雖然這是一個公開聆訊 你很關心那個洩密的問題 你回答梁議員的時候 即是說到保密 你要重新考慮是否真的應該保密 既然這樣 然後你講到洩密的問題的時候 你很明顯就是 不相信一些委員和職員 有很多所謂秘密外洩 然後影響平機會的形象 嚴格來說應該是影響局下的形象 過去歷史報章所刊登的 或者有一兩張報章最喜歡招呼你 什麼原因 我們也無從了解 但報章是報道事實 你剛才也沒有說報章是歪曲事實 你說洩密 那是事實 我可否用這個角度來看 因為那是秘密 你這個說法令我想起當年魏京生為何會坐牢 魏京生在七十年代 北京民主運動第一波 我還未說完 他說 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 結果他被控洩露國家機密 這個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 就像鄧小平 鄧小平是一個新的獨裁者 這是魏京生那篇文章的主要論點 結果他被控洩露國家機密 你這個說法令我想起 剛才主席想制止我 你等我先說完 而洩露國家機密 那是否機密 可能不是機密 所以你一定要具體告訴我們 過去這些報章 尤其是那些特別針對你的報章 他的物是怎樣來 物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你牽涉到不相信那些委員 這很嚴重 這些委員 又是我們偉大的局長 他按照專門知識 各個範疇去委任 又對平等機會的事務有興趣 熟悉 馮檢基就潑冷水 不知為何委任他 我對過去很少接觸平等機會的事務 你委任他 他又蓋你一巴掌 這是另一個問題 主席 你剛才這麼感慨說這個洩密的問題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呢 第一 第二 那個密是否真的大部份 洩露出去的那些資料都是真的呢 鄧主席 在這麼多年來 尤其是剛才黃議員也有提到 有兩張報章對我特別關心 他寫了這麼多 講了這麼多 我沒有什麼再需要去做一些事情 讓他講笑一些 因為已經講得很夠了 問題不是在這裡 他講的那些是否事實 因為你剛才說洩密 那些事既然是秘密 那可能是事實 你要回答這件事 黃議員 他還沒答完 黃議員 他還沒答完 那張報章 那張報章說的不是事實 我只能說 現今傳媒的報道 文字傳媒的報道 和事實去到哪個程度 或者他那個準確性去到哪個程度 我相信香港市民自己心中有數 也都不令到我去做一個判斷 也都不應該由我去評論 大家都看報章 大家可以決定信與不信 至於說 涉樓出去 如果有涉樓出去的話 是不是一些機密 是不是一些國家機密 當然不會是國家機密 是不是一些很嚴重的機密 那也是未必 反而是漏出來的東西 其實不是說那麽大件事 但是經過一番的圈延 或者另外一種處理方式的時候 可以對某個機構 或者對某個人 造成傷害的時候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傷害我 如我所說 要寫都寫了這麽多年 都不爭在 反而就是 平機會要繼續 平機會不應該被人上海 我想 主席是很不適當地 用一個很不適當的態度去回應 這些比較具體的問題 理由很簡單 你繼續發書感蓋 這是一個停證會 你發書什麽感蓋 對我的個人傷害無所謂 因為平機會 你無必要發書感蓋 因為你剛才提到那個 涉密的問題 我講那個國家機密 那是一個 你可能不明白 我剛才舉的例子 有些根本是公開的 不是秘密 說你善露國家機密 其實那個以言入罪 我借這個故事 不過你又不明白 你完全都 我要說的話 你完全都不明白 你又說 這不是國家機密 當然不是國家機密 平等機會委員會 有什麽國家機密 我的問題就是 你剛才說要保密 你很強調這件事 然後被梁委員問如令之後 那是否考慮重新 不需要保密 你正在說這件事 然後你又再針對 這個所謂保密的問題 你又說涉密 因為過去有很多內部的資料 涉露了出去 然後被報導之後 對平機會構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你根本沒有回答我問題 就是涉了什麽物過去 有什麽人要負責 你有沒有追究 因為你剛才說到 你是對一些委員 你是不信任 那你有沒有追究 你懷疑有些委員洩出出去 即是很簡單 有一個卸任的委員 最近在報章上寫一篇 標題叫做 鄧爾邦 隱瞞指控難服眾 這個是前任的平機會 的委員 譚香文 是嗎